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来实现一下我们的私有方法 来完成我们的数据精炼进入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数据精炼最主要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最主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把主播名字前后的这样一些 像空格和换行图都把它给去掉 因为它们本身是不属于我们主播名字的本身的一部分 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名字和数量和观看人数 它们的ynew值都是一个列表 我们把这个列表转化成一个单一的一个字不串的值 我们主要做这两件事情 我们的uncos它是一个列表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用forE循环 来分别处理每一个列表下面的人数 但是这里我认为更好的这样一个做法 是使用这样的一个number的表达式 我们用number的表达式来写一下 加强一下我们对number的表达式的理解 我们定一个number的表达式L 然后number的 好大家考虑一下它的输入参数是什么 输入参数的其实就是uncos列表下面的每一个元素都对 我们用nc来表示 接着冒号 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对nc这样的一个参数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首先我们这里不用nc 用nc不是太好 我们就用nc作为输入的这样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考虑一下我们最终要返回什么 我们最终还是要返回一个字典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先把字典写在这里 字典的键是不变的 t是不变的 还是name 然后我们看一下name的值如何来取 nc 然后name通过键放入值 然后值的后面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列表 对不对 列表里面只有一个元素 所以说我们name后面加上一个0 会进一步的得到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主播的名字 得到主播的名字之后 我们需要把主播名字前后的这样的一些无意义的换行符和空格都给去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列表里面的元素它实质是一个字符串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它这里有一个引号 所以说对于字符串来讲的话 Person给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内置行数 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样的一个前后的换行符 以及这样的一个空格就是这样一个strip 这个函数 有些东西可能还问我老师为什么这里要strip 这个没有什么为什么 这个就是Person的内置函数 像这样一些内置函数我在课程里面讲的是比较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些内置函数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 它就是一个放在这里的可以帮助你完成一定功能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去查这个手册 那怎么查呢 当我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要去除这样一个字符串的它前后的空格度 那么你第一件事情 并不是想着自己能去用这样的一个循环 或者是用这样一个正的感受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而是先去考虑到底Person有没有内置的行数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搜索引擎里面 直接搜一下你的这个寻求 比如说字符串去空格这几个关键词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如果有这样一个函数存在的话 你是可以通过分析这样一个搜索的结果 就能够找到这个实际固函数的 你如果说我在课程里面把这些什么实际固函数 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字符串的函数 都把它给大家像这样的一个念书一样 给大家念一遍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因为念完了之后 第一个是这样的话 这个课程显得非常不精彩 其次就是念完之后 你过个两三天你又忘了 这个太正常了 所以说我还是认为了 你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求助搜索引擎 找到这样一个相应的答案 这个才是我们现代编程应该要做的一个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解决了这个名字的问题 对吗 我们换行换一下 其实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还需要解决number的问题 number同样和这个名字一样 使用这样的一个number来访问 我们0 number我们就不需要处理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number 从这样的一个列表转换成单一的这样一个支付串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number的表达式 它的一个完整的内容 那么有了number的表达式之后 我们如何来进行将这个number的表达式调用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之前所学习的这个map函数就有了它的作用 第一个参数接收一个number的表达式 然后第二个是这样的一个要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我们把ancos传进来 好 这样我们有范的函数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我们来调用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晶面的数据有没有成功 我们这里还用ancos等于它 然后我们再次回应成这样的ancos 看一下结果 要注意这里的ancos是这样的一个map对象的一段 我们还需要用list把它给转换一下 把它转成这样的一个列表的形式 然后再把一个ancos 大家看见了什么 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变得规整很多了 把印出来的就是一个列表 大家看一下内容 前后的这样的一个换行符合和空格都被我们去掉了 非常的规整 那么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精炼的过程中 远远比我们现在举的这个事例要复杂很多 但是思路是不变的 你提取下来的数据总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处理 那么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没有搞清楚这个精炼数据 和我们之前的分析HTML提取数据有什么区别 那我说一下它们的区别在于 我们提取出数据的主要是在分析HTML的结构 而我们精炼数据的主要是已经获取到了我们要的这样一个数据 只不过由于数据不太规范 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精炼这个过程 把数据给进一步的规范成我们要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 这个就成为精炼 好我们现在的数据也精炼完成了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那么下一步其实就基本上和我们爬虫没有关系了 下一步我们通常称作是将一个业务处理的阶段 那么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在获取到数据之后 我们的业务是什么 我们的业务重在两个字盘序上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对这样这么多的所抓取下来的数据 做一个盘序 所以我们再定义一个函数 我们下面的任务就是来编写这样一个盘序行数 那么这个盘序行数的实现我们下期课再来讲 我们这期课主要关注的还是数据经验的这一部分的内容 朋友们那么我们下期课再见 我们下期课再见